说起我们的歌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 节目以不忘初心为主题 通过六期不同主题的歌唱秀 不断诠释对音乐最初的梦想 如今 我们的歌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 这档节目也已经成为经典 而且今年的主题是光阴的故事 可以说每一季 我们的歌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 我们的歌 在混战阶段 歌手们的真实流量 实力终于现出原形 下面详细和各位聊一聊 寂寞杀周冷登顶 海域恋第二 本期热力值最高的歌曲 是由周传雄和陆虎一同演唱的 寂寞杀周冷 歌曲热力值目前已经突破了7瓦 周传雄和陆虎在 我们的歌的表现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 本期节目这首经典的寂寞杀周冷 选择两人合唱而非四人 其实是非常聪明的选择 因为这样的一首经典抒情 如果四人合唱 效果或许就和此前的《我的心太乱》一样乱了 海域恋排名第二同样合理 歌曲热力值28000加 这是肖敬腾的众多歌曲里面 热度比较高的一首单曲 带我们的歌舞台改编的更加快乐 甜蜜 四个男嗓在舞台上轻易演唱 为歌曲加分很多 夜之乐章第三 其实肖敬腾和张琪并不是那么适合歌剧 或者说是不适合这首歌曲 夜之乐章仅仅只获得了两瓦的热力值 而且在比赛过程中 更是输给了流浪的红武鞋 两首歌曲都不算快智人口的单曲 但是恰好后者黄霄云的美声 与肖敬腾和张琪的声音形成对比 从而会让人觉得前者没有那么亮眼了 接下来的舞台 我希望肖敬腾和张琪能够再来一首 《五加波2021》这样的歌曲 两位歌手嗓音如此出众的情况下 更应该珍惜每一次合作舞台 如果没有你第四 破检第五 聊完A组 B组这边真的就显得有点差劲了 林志炫和杨成林本就不搭 更是一同完成了蓝调版本的《如果没有你》 歌曲仅仅收获了19000加的热力值 未能突破两瓦 破检的表现则是更差 仅仅只收获16000加的热力值 作为一首爆款单曲 破检未能取得高热度 只能说改编太失败了 看完以上成绩之后 其实不难发现 林志炫 黄骁云后劲不足 在没离开过以后 炫上营销组合就未能再制造一首爆款了 主要我一开始对他们期待是很高的 所以要求相对而言也就更高了 仅仅一首没离开过 显然不够 千年之恋足够震撼 但是于市场而言 反馈不好 给电影人的情书则是完全不合适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去讨论都不合适 混战环节更是在乱玩 那边两个抒情嗓 这边两个大嗓 非得拆开来玩音乐 最终成绩可想而知 我只希望后面回归组合的两人 能够认真选取 现在的乐坛 给歌手唱歌的机会真不多 我们的歌虽然收视率不高 但是对下沉市场影响力足够大 是可以制造爆款的 看完本期热力值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